去把这个月公子请了 走开 她面对生活的艰辛 自寻短见 爸爸 妈妈带你去找爸爸 她向她伸出援手 却另有所图 其他男人生孩子 为什么不能让我生孩子 单纯女孩身陷阴谋 她能否识破真相 你们到底把成人放哪儿了 你们为什么要骗我 我把栏目剧与简单案之《最难的梦》上季正在播出 命运 弹打曲折 天底下没有我朱语成得不到的女人 混击 我绝对不能让她做了 进退两难 她怎么可能做那种事情 满目的心灵 演绎出恶梦 救赎 柯氏 敬请收看普法栏目剧系列剧《女间档案》 看普法故事 品摆为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 突发 今天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女间档案》系列故事 《最难的梦》上季 这是一个有些心酸的故事 我们的主人公呢 名叫做黄小蝶 她可以说是一个苦命的女人 适得碎时 她和一个曾经的小伙子 坠入了爱河 并且偷藏了禁物 所以在黄小蝶发现自己怀孕 两个人准备凤子成婚的时候 男方呢 却因为一场重病突然的就去世了 为了莫修生计 黄小蝶独自一个人离开了老家 还成立了一间服装厂的游戏法宫 并且隐瞒了她已经怀孕的这个事实 但是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 那肚子呢 给她一天天的变大 虽然黄小蝶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把大家叫到这加班 实在不好意思了啊 但是咱们这一货呀 赶到明天交货 所以辛苦大家了啊 那主任 我们有没有加班工资啊 小蝶啊 小蝶混没有呢 好好看啊 主任 对不起 我知道了 没事 赶紧坐啊 小蝶啊 你是咱们车间这是最好的啊 来 那个三个月十一期到了过后 我让小蝶叫你等大工时间啊 谢谢主任 我会好好工作的吧 哎呀 小蝶啊 看你太瘦了 要注意营养啊 哎 姐妹们 你们知道吧 这年头啊 什么人都有 别看她有时候 正正经经的 有点单纯的样子 其实骨子里啊 是个小蝶 说谁的你 我呀 说的就是双破鞋呗 哎 笑什么笑什么 起什么话 赶紧坐坐坐 赵荣 你戴什么头起什么话啊 主任 我不是旗号 我要揭发 我要检举 检举什么 揭发什么 我要揭发 黄小蝶 别 遗忘了你 那我是谁闹了你啊 揭发什么 我要揭发她 为何心意 我要揭发她 要揭发她 我要揭发她 要揭发她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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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干什么啊 撒 吵什么 吵 常常你来得正好 我激发她 她是个孕妇 她故意隐瞒我们 她不知道肚子里怀了谁得野种 她不是野种 常常你跟我说 我怀孕的时候还没来得及结婚 我男朋友就去世了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我才隐瞒事情到厂里来工作的 不知道 如果我说了我怀孕的事 你们就不会要我了 常常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黄小脸 你怎么能这么做 你真是欺骗 你是不是以为等十一三个月满了 你转个证再说你是孕妇 到时候厂里也不能开处理了 你还可以拿着公司贷产 不是 常常我不是那么想的 我才四个月 我还可以工作 等我快生的时候我才请假 我生完孩子我还可以回来 别说 马上到财务室 去把这个月的公司结了 走走 常常 让我求求你 我真的没有地方可以去 我求求你别开除 我求求你了 黄小脸未婚先孕被工厂开除 但是我国的合同法第29条明确规定 女职工在孕妻产妻 哺乳妻内的 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 第98条规定 用人单位违反文法规定的条件 解除劳动合同 或者故意拖延不定立劳动合同等 由劳动行政部门责领改正 工厂将孩子孕期内的黄小脸开除 已经违反了我国的合同法 但是黄小脸因为法律一事淡薄 没有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离开工厂后 孤苦无疑的黄小脸不知道 自己今后的路该如何走下去 走在西壤的街头 黄小脸的一举一动 却引起了一个叫做陆宗月的男人的注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宝宝 别怕 妈妈带你去找爸爸 去找爸爸 梅子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 妹子 你不会自己想想 别会自己住在你的孩子上 放开我 你快 妹子 妹子 放开我 妹子 走上去 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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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啊 猜到人 你给我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快点 你衣服是我给你换的 你衣服打湿了 我给你换下来 晒在外面呢 刚刚我儿子救了你 你看 你都怀孕了 怎么做傻事啊 我 我刚怀了孩子 孩子的爸爸就去世了 我怀着还有什么意思 那你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不知道 那我看看啊 是儿子 一定是儿子 我 我一个女人 我怀着孩子连工作都找不到 孩子也不吃什么 喝什么 活着还干什么 你让我死了得 你让我去死了 我是雇来人 这个我清楚 唉 咱都是女人 我知道 一个女人带着孩子有多苦 我就是 又当爹又当妈 一个人 把我儿子拉扯大的 更何况 你这样的情况呢 姑娘 这座人啊 这讲个缘分 既然我儿子救了你 咱就好事做到底 你看 咱们家的条件呢 也就这样 你要是不嫌弃 就暂时住下来 是吧 唉 阿姨 谢谢你 谢谢 不用 就在黄小蝶最孤独最无助的时候 这个名叫陆冬月的男人 向他伸出了援手 对此 黄小蝶心情感激 觉得陆冬月是个可以依靠的好男人 不久之后 陆冬月又向黄小蝶表达了爱意 黄小蝶很快便答应了陆冬月的追求 但他却不知道陆冬月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 陆冬月哥 嗯 真的特别感谢你 如果不是遇见你 我和孩子还不知道怎么办呢 那你要怎么想 等孩子生下来 我一定做牛做马的伺候你和你妈 我妈你就不要伺候了 你伺候我就行了 那生的孩子 那孩子 那孩子又不是我对 你说过 你说过会对我和孩子好的 小蝶 对不起 我太喜欢你了 睡觉吧 三姐 这个女的该九月份生 是个男孩 人家这一次想要个女孩 什么 要女孩 真稀罕 不过你告诉她 可以预定的 等她玩下一胎的时候 我去找点小片番 让她一定给生个女孩 哦对了三姐 这个男孩得出个好价 要不然这段时间 他在我这吃我的喝我的 我亏大了我 什么时候亏在过你啊 到时候我亲自住了 好好好 好 姑妈 你说 我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谁让你当初不听话 非要嫁给那个男人 她当初对我那么好 我怎么想到 她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我让她去医院检查检查 她 可她 就打我打得更厉害 你说 我怎么才能生出孩子呢 你这傻姑娘 你说 这么多年 怎么就怀不上呢 这个怎么办呢 姐 来 喝点水吧 谢谢你 你这孩子多大了 快生了 真是羡慕 姐 姐 你别太难过了 总会有办法的 那有什么办法呀 什么办法都想尽了 怎么了 怎么 快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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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妈 爹没发生什么事了吧 没事吧 赶紧去医院吧 我收拾了很多 这是您多多少钱 我才不过头的 严细 像我这样的 她给你自己打电话 小姐快生了 好 喂 喂 杜月 丁门快生了 你赶快回来吧 干嘛呀你这事 好好好 严练说了 她马上就回来了 小丁 再等会儿 丁月马上就回来了 我们把她再藏下去 来 小心 小心 慢点 小心 小心 慢点 小心 小心 没事 小丁 我跟糖果啊 我们去早没准备啊 走走走走走 站住 我来 小心 我呆 她坐走走走 我还是她就回来了 你俺呀 tried 到最后 我会报到最â恩 开心 抄哥 你特别意圆了 你认识 弃 把腹放好 罪给我 不要 �� 伴随着婴儿的啼哭声 黄小蝶产下了自己和前男友的孩子 一个健康的男婴居民晨晨 对于陆母和堂姐 在厕家帮自己因为接生的事 不明真相的黄小蝶心疼感激 但随后陆母语重心疼一番话 却让黄小蝶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好乖啊 阿姨 宗月哥呢 他还没回来啊 小蝶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说句不怕你多心的话 我觉得宗月 她是不愿意回来 为什么呀 你想想 毕竟这个孩子 不是他的 不管我儿子 跟你多有感情 跟你让他 面对你原来男朋友的孩子 你说 哪个男人心里会舒服 吃醋是肯定的 可是 可是宗月哥他跟我说过 他会对孩子好的 是 话是这么说 那个时候 孩子揣在你的肚子 可现在 就实实在在地 摆在大家跟隙 家里多了一个人 你让宗月 能当他不存在 你让他怎么面对这个孩子 你看 宗月他姐姐 多喜欢小孩子 你也听说过了 他一直生不下孩子 为了这事 两狗子 吵子 都快闹离婚了 我在想 要不然 咱们把晨晨 让宗月他姐养着 反正都是一家人 不行 这绝对不行 你别多想 我不是不喜欢这个孩子 虽然他不是我们 陆家的亲骨肉 我这个人呢 心肠软 谁家的孩子 我都喜欢 可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让宗月 怎么面对这个孩子 你和宗月哥 都是有善心的好人 再大多的男人 也受不了自己的女人 为别的男人生孩子 你再想想 咱们家的经济条件 也就这样 要同时养两个孩子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 你要是没个和宗月 自己的孩子 我不敢保证 他们永远对你那么好 不行 我舍不得 那你就 自己看着办吧 反正 我把丑话说在前头 你和我儿子 也没正式结婚 万一他哪天 日子过得不顺心了 要和你拜 我就是都保护不了你了 爹 这祸 你怎么了 你看你这家伙 那小蝶孩子都生了 你喝酒喝到现在才回来 快去看看小蝶 你坐在地上干嘛呀 快起来 起来 弟妹 你怎么出来了 小心糟粮 曾月哥 曾月哥 你怎么了 没事吧 我还自己抱着呢 曾月哥 干什么呀 曾月哥 是男孩还是女孩 是 是男孩 长得像你还是他 曾月哥 我知道 这孩子生出来之后 你心里的难受 可是我不好 你知道外面的人怎么说我吗 说我转了 转大发了 简直的老婆还不是个儿子 他不是我的儿子 是你和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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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里的 我说过我要对一个孩子好 可是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过不了这道坑 我过不了 小蝶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太爱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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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这样 别这样 别打死我了 妈 我对不起你 我知道 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 我又能 跟我出了院子 我就去挣钱 会让一块儿养孩子 我们会有自己的孩子吧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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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相信我 我们会有自己的孩子 会啊 自己的孩子 你想过跟我生孩子 什么什么 他咱俩结婚了 咱们就生 我知道 我知道你一直愿 怎么不跟你结婚 是不是 你怀着别的男人的孩子 你叫我怎么跟你结婚呢 太可惜 对不起 对不起 小蝶 我太爱你了 我太爱你了 为什么老天要这么拙弄我 为什么 为什么不让我们早点忍失 要是我们早点忍失 我就不会像现在这么难受了 我好难受 小蝶 不能说 我太爱你 我们会有自己的孩子了 好难受 不要 我ookie 王小弟万万都没有想到 但随着孩子的降生 眼前的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他傻傻地以为 鲁东月真的是因为太爱自己了 所以才无法接受自己和前男友的孩子 而接下来的一个月 鲁东月更是对黄小蝶母子不理不睬 这让黄小蝶的内心十分矛盾 他陷入了两难的选择 这松月太不懂事了 你看你这刚出月子 也不在家多陪陪你 不过 他以前真的不是这样的 眼看着晨晨啊 一天天在长大 可又不是他亲生的 你说他这心里 该有多难受啊 来 这位 姐姐煮红和鸡蛋 来 吃点啊 我帮你 好乖哦 宝贝 姐 我知道你是好人 你对我好 你一定会对晨晨好的 对吧 对对对 我一定会对晨晨好的 晨晨跟着我 不一定会幸福 但他跟着你 你一定会让他过上好日子的 对吧 是是是 我一定会 像对亲生儿子一样对他的 姐 你能不能再让我和晨晨 单独带一会儿 晨晨 晨晨晨 晨晨晨 他带你把孩子送你了 怕就不离习 三姐 这事儿成了 可别忘了 放心吧 少不了力的 好了 姑妈 不需要收那么多东西 过去我都跟他买好的买新的 好了 都收拾好了 走吧 把孩子给我吧 我会对孩子好的 你就放心把他给我吧 姐 能不能再让我给他再一次奶 不是刚喂过吗 不能再耽搁了 再玩我就赶不上车了 那能不能等晨晨断了奶再走 那怎么行啊 你得是担心 这孩子大了 之后再去他家呀 会跟他不亲了 是啊 我就是这个意思 再说 我老公也急着看孩子 所以 姐 你家在哪儿 远不远 就是我们乡下老家 你放心 虽然那是农村 但吃的喝的用的啥都不去 绝对亏待不了孩子的 是啊 你放心吧 你看看 这段时间 忠悦呢 一直不开心 我觉得吧 还是跟孩子有关 迟早都要走 还不如早点 让你姐带回去 这样 你和忠悦 又可以像以前那样 再说 我还等着你 给我们陆家生个孩子呢 来的 来 去给我吧 你给我吧 给我吧 炼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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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R anys 看到陆宗岳不能声音的唐姐陆宗红这么喜欢孩子 为了陈宗的将来 也为了陆宗岳 黄小蝶万般的不舍 但最终还是被迫的选择了妥协 把孩子过去给了这个所谓的唐姐陆宗红 但是她不知道 这个女人根本就不是什么唐姐 而是和陆家串通一气的人口贩子三姐 而就在黄小蝶还期盼着这个人 不像对着自己的孩子一样 对陈宗的时候 陈宗已经被他们给卖掉了 在这里我们要强调一下 我国刑法第240条民学规定 拐卖妇女儿童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 由于四面儿子 黄小蝶每天都是以泪洗面 但是她不知道 这才只是她人生悲剧的开始 哭哭哭 就知道哭 天生就让人烦 阿姨 我真的是想陈宗了 我想她想得要命 我求求你了 你把唐姐的电话告诉我 我只想知道陈宗过得怎么样 不行 为什么呀 你成天给你要打电话 影响人家生活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我绝对不会说出来我和陈宗的关系的 陈宗我真的想她了 我只想知道她过得好不好 她怎么会不好了 你知道你姐是怎么喜欢孩子的 能对孩子不好吗 哎呀你别哭了别想了 我看你呀 这是成天在家闲的 没事出去找找工作 现在呀是该你报答我们陆家的时候了 哎呀你还哭 哎呀你 你干什么 干什么 对不起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所以 你给我看起来发疯 自己醒过去 妈 我让她给您生个孙子 我不要孙子 我现在要孙女 孙女 孙女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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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黄小蝶把晨晨过记给陆宗红之后呢 生活的并不幸福 或者说她和陆宗月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妥协而有所感情好转 为了使黄小蝶再次怀悦达到他们贩卖婴儿的目的 陆宗月违背黄小蝶的意愿强迫和她发生的性关系 在这里我们要强调一下 我国刑法第236条明确规定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而此时黄小蝶觉得这些伤害和与陈陈骨肉分离相比 根本都算不了什么 她现在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无论如何都要再见到陈陈一面 我们下期见 姐 你家在哪 远不远 就是我们乡下老家 你放心 虽然那是农村 但吃的喝的用的啥都不去 绝对亏待不了孩子的 喂 终月 什么 你干什么呢 把郑哥都一个女孩了 你想这样做什么 终月 黄小姐跟你在一起了 没有啊 我跟你说 家里的东西被动过了 还有 她的一些衣物也不见了 难道是我们都像了 让她给跑了 放心吧 肯定不会 可不能大意啊 不这样吧 您好 您拨打电话 您拨打电话吗 您拨打电话吗 这家村里头有户人家姓陆 他儿子叫陆宗月 陆宗月啊 知道知道知道 我小的时候还抱过她呢 那您知不知道 他堂姐是住在哪一户啊 他堂姐 谁知道堂姐啊 他的堂姐叫陆宗洪 陆宗洪 这个人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陆宗月的爸爸 带他陆家这辈儿啊 是个毒儿 谢谢啊 不客气啊 喂 你们到底把陈宗洪放哪儿去了 当然在我堂姐那儿啊 对了小甜 你去哪儿啊 你都快急死我们了都 我现在就在你们老家 他们说你根本就没有堂姐这个人 他们怎么会知道 那是我爸同父姻母的哥哥的孩子 可你妈跟我说 他跟你们住在一个村子里啊 哎呀 我妈就是担心你三天两次的聚找孩子 那你堂姐现在住在哪儿 孩子在哪儿 你告诉我 他们把他歪进去了 不管陈宗在哪儿 我都要见他一面 小甜 你回来行不行 你回来咱俩就结婚 好吗 你们到底把陈宗放哪儿了 你们为什么要骗我 小甜 是这样的 你把孩子送给人家了 你三天两个跑去看 人家不乐意就搬走了呗 我就想远远地看他一眼 就一眼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告诉我陈宗在哪儿 他到底在哪儿 小甜 小甜 我知道你想孩子了 要不这样 咱们马上结婚 生了咱们自己的孩子 行吗 陈宗走了以后 我也成天地想他呀 你们赶紧生个孩子吧 趁我现在身体好 好替你们照顾孩子呀 小甜 你是我们陆家的恩人 我替宗业他姐 谢谢你 我这个老太婆啊 现在就指望你 陈我们陆家生个亲孙子 妈呀 就是你这个儿媳妇 好不好啊 小甜 对不起 前段时间是我不好 是我没调整过来 放心吧 日子会好起来的 我来 来 准备了 来来来 待开了 来来来安静点 你倆多般配呀 小爹 明天我就托人去 帮你们把结婚证办好 那是不是我和宗悦哥 要一起过去 不用 你们都不用去 我托得熟人 是 这两天我工作有点忙 去不了 那要不等宗悦哥忙完了 我们在一起去也行 那怎么成 我专门请人看了黄道吉日 错过了 就得等明年了 可不是吗 你还愿意等吗 你呀 赶紧的 为我们陆家生个乖宝宝 我来帮你们带 谢谢阿姨 有 还叫阿姨呢 该给口叫妈了 谢谢 妈 哎 为了拥有一个安稳的家 黄小爹再一次相信了 陆家母子精心编制的谎言 不但答应嫁给陆通月 一年后还被陆家 产下了一名女婴 举名小哥 直到现在 她都不知道 自己嫁进的 其实是一个人贩子家庭 签到多少了 定金 多少 五千 干嘛 赔我啊 不是说了 一人一半给我两千五的吗 等事儿成了再说 现在好好想想 怎么把这个孩子弄走 要神不知鬼不觉的 不能让他发现 他那猪脑子 骗他爱不容易 这事儿就照回你了 放心吧 老妈 在陆母的张罗下 黄小爹以为 自己终于嫁给了陆通月 但是她不知道 陆母帮他们扮领的 其实是一张假的结婚证 因为我国的婚姻法 第八条明确规定了 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 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 进行结婚登记 符合符号规定的予以登记 发给结婚证 而陆母 伪造结婚证的行为 也已经涉嫌违法了 我国刑法的第280条 伪造变造买卖 或者盗窃抢夺 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管制 或是剥处政治权利 情节严正的 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我们再回到故事里 我们看到 黄小迪刚刚设下小哥 伙计院母子 就开始联络 幻音组织的上线三级 计划着把他们二女儿 也就是陆家的亲生骨骤 小哥再骗走脉 可见这陆家人 是多么的丧尽天人 但是单纯的黄小迪 能够完全相信 他的丈夫陆聪越 以为有了陆家的亲生骨骤 就会和陆聪越 过上幸福安稳的生活 但是他根本想不到 自己已经再次落入了 一个精心设计的现金 那么这一次 会有什么阴谋 在等着他呢 而黄小杰 又会有怎样的 悲惨人生经历呢 明天请不要错过 最难的梦